70岁啊甚至80岁啊 你就躺在床上打着料瓶再晚也不迟了 你一个手打着料瓶另外一个手还是可以浇水的嘛 我们这些俗装在养装阶段 用大一点点的盆来种呢 的确是可以让我们的这些枝条增出加快一些 但是并不是说所用的盆越大就越好了 因为我见到过有一些大哥啊 我去一些大哥家里面 晚上我见到有一些大哥用的盆啊真的很大的 甚至我有见到过有大哥一颗两公分多都不到三公分出的三个木 他能拿一个五十公分直径的盆来种 这个大的就有点离谱了吧 真的大一点呢 的确是可以让我们这些枝条长快一些 下山砖的时候用大一点的盆呢 这个土多一些也的确是可以让它存活力更高一些 但并不是说像他这种特别大的就很好了 盆景嘛 它要见干见湿 种在盆里和种在地里它不一样的 种到地里只要你那个地它不积水 这个树呢就没事了 但是你种在盆里它还是要检究到这个干湿形怀 不管你用了盆大一些小一些都要检究这个干湿形怀 因为要它这个土干一些这个盆景的根 这个树的根它才能长得好 根长得好这个树才会健康才不会出问题 所以像这种两到三公分左右的三个木正常来说 我觉得用一个二十公分左右直径的盆就差不多了 如果说你想让它长得快一些管理方便一些 你用到一个二十五甚至说三十公分都没问题 那是像刚才说的这大哥 拿到五十公分的盆 这么大一个盆中一棵两公分多的树 这个真的大的有点离谱了 像这么大的盆你基本叫一次水下去 它就没机会干嘛 这个根呢得不到呼吸没办法长 短时间内你看了可能没有太大问题 但是时间长了 这种呢就很容易会出现一些欧根的情况 浪根 所以用盆并不是说越大就越好的 还是要适合一点 你可以适当大一些 但是还是有个路的 还有一些大哥呢 他就是因为可能比较忙吧 他就故意拿一些特别大的盆 然后呢还特别搞一些比较粘的土 像那些山土 这种土它比较保湿嘛 他们就想着可以说是种下了浇一次水 半个月甚至一个月不用再浇都不会干 他就可以省事了 可以忙自己的工作了 其实像这种呢 我觉得真的是不太好的 正常我们盆井浇水呢 一般来说呢你一天浇一次 最多你两天浇一次已经是很离谱了 如果说你现在真的很忙 一天两天都找不到一点点时间 给这些盆井浇水的情况下 忙到这种情况的话 我个人建议呢 你就不如先把这个盆井 这东西呢先放一放吧 盆井说白了 它就是一个兴趣爱好而已 是吧 本身呢 它就是要我们拿来消磨时间了 你现在都忙成这个鸟样子了 你还是要磨个鸟时间啊 都不冲突了吗 时间都没有了 还消磨 是吧 你现在如果是忙成这样 你就把你自己的这个工作生活把它先搞好了 人以后有时间了 闲下来了 再开始晚也不迟 你就60岁晚 70岁晚 甚至80岁晚 你就躺在床上打着料瓶 再晚也不迟了 你一个手打着料瓶 另外一个手还是可以浇水的嘛 所以不用急 人你有时间了 再晚 不迟的 一点都不迟